我现在已经到这个沈阳站了 我是昨天从那个海赖尔坐火车过来了 坐了18个小时啊 我后面就是沈阳站啊 沈阳一共五个站呢 还有个苏加团站 这就是沈阳站啊 来沈阳一定要站着 这个站非常有历史了 非常的漂亮设计的 因为我去年已经来过一次了 从这个沈阳站出站非常方便 前面就是地铁站 接着就可以坐地铁去任何方向了 那么我们到这个沈阳是路过两个站的 一个是北站 然后是沈阳站 在外面的气温是30度啊 感觉还是挺热的呀 看一下这个东北大城市啊 沈阳 沈阳这边一共是10个区啊 也是辽宁省的省会 这个一般都知道吧 来这边的人也挺多的呀 我坐火车也都是 旅客基本上都是满的 辽宁消费还是比较低的 还算可以的 再往再走400多公里吧 就是大连了 我既然到沈阳了 也得在沈阳转着呢 大家也帮我推荐几个 有没有什么好吃的 就是当地的一些特色 还有一些旅游经典 本地朋友可以给我推荐几个 因为我去年来过 去年来过的话 我在这边待的时间短 行 就这样吧 我说 我说 真的好 实际上 我说 疯狂了 我说